嘎完蛋了这才刚好 又跑出去浪了 喵喵 不是说嘎蛋了不跑了吗 这怎么还倒众浪啊 我发现还有更奇怪的行为 嘎蛋了之后 它还骑在橘毛的背上 本来还以为上当了 结果一问才知道 原来喵喵是由嘎蛋冷却器 看样子是还没反应过来 它体内的雄性激素还没有完全消退 所以才会有那些奇怪的行为 你这个家伙 我现在都有一点怕你了 所以和这些小家伙们玩 还是要注意一点 稍不留神可能就会被沾嘴 完了 这家伙爬到树上去下不来了 急得在上面直叫 真是给猫丢脸的 上树的下不来了 下去吧 哎呀呀呀呀 刚才扣得花疯了吗 你还得 你们看它在干嘛 这煤蛋的比嘎蛋的更疯狂 去吧 把我手都咬成这个样子了 你看这喵喵 擀完蛋了上核长好了 又开始嘚瑟了 我怎么听到好像有鸭子在笑你 原来又是你这个家伙 你还笑 没蛋擀你就这么嘚瑟是吧 吃一下笑不出来了吧 哎呀 太嚣张了 边跑你还在边笑 这群没蛋可搞的鸭子 真是拿它们没办法 来 给猫包吃一根火腿肠 哎呀 我还没撕开呢 哈哈 哎呦 我已经对你这家伙有心理隐隐了 我火腿肠的时候 我得要离它远一点 你看 它直接往我手上打 吊这儿来的 被它一巴掌拍蛋的 啊 吊去吧 我都不敢捏在手上喂它的 吃完了它还用爪子擦嘴 长得圆丢丢的 太可爱了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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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htags 滚 滚 好 谢谢观看